竹塘乡二林镇及方圆乡等农地冲划区内多处农路 因使用年久导致路面均裂破损及呈现等情况 县长王惠美22日现刊三乡镇农路后 直视地震处尽速改善铺平15条农路 改善后可保障农民行车安全 那管政府择有旁贷 会跟地方来共同配合 让我们的乡亲更好的环境 广东来拼击一个 直接感谢为我们创丁主代表 我们这个国民議官 大家都很严谨在那里面 我们的配合共损及共同来上案 让我们的民众可以健康安全 健康这个人家拼击一个经济 路由三十几年 三十几年都不准团 所以高低不平 有時候流浩漏 汽水很嚴重 所以這邊感謝到我們管長和我們的憲民團隊 針對著這個路平 特別加強 特別照顧到我們這邊 這個能夠像這樣子的一個 把農水路能夠做好 而且要做實力 還是什麼 比較方便 管長聽到鄉長 聽到主席 聽到地方的代表或是傳長 都很積極 也很用心 特別補經費來關心我們的稍微的道路 縣長同時呼籲農友做好房台相關工作 讓災情降至最低 無論你是做產 還是養殖業 都可以來照顧我們房台的部分 希望大家配合鄉長度過我們颱風最危機的狀況 此次縣府農路改善工程 包括竹棠箱四條 二林鎮六條 方苑鄉五條 共15條農路 改善長度共7225公尺 預估總工程費2098.5萬元 改善後可提升二林區農產品運輸效率 讓鄉親型的更安全 公益頻道張華允 竹棠二林方苑採訪報導